上升中的频率和扩展中的宇宙存有 想象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它的大小是地球的一千亿倍 正在向我们移动 它已经在银河系中存在了一段时间 是一种巨大的漩涡状的能量 成椭圆形 它在一个非常高的频带振动 它的效力影响着一切的生命和所有的生命形态 现在想象一下地球被切成两半 然后看看它的中心 同样的椭圆形重复出现 因为在那里 在地球的内部疆域 有一个巨大的定居点 这就是阿加沙 一个位于地球内部的文明 它不受外界 几地表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但它在意识上比我们领先数个光年 然后 想象一下 从内部椭圆形疆域的外壳开始 地球的其他部分 充满了脉动的能量中心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看起来像电线的东西连接起来的 这就是光之网 地球的整个能量系统和平台 都在这里相互连接 现在 把这幅图片合上 然后看到整个地球在你面前 非洲大陆在中间 就像你有一根脊椎一样 地球也有一根脊椎 它和我们一样拥有33块脊椎骨 继续看 你会发现这个行星有12个脉轮 在远古 它曾经有72个脉轮 目前 只有七个脉轮几乎没有在运作 而其他脉轮正被世界各地的光之工作者慢慢开启 接下来 想象一下这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巨大能量场 开始越来越接近地球 然后它开始影响这个星球的平台 以及处于它内部及外部的所有生命 平台越高 振动就越高 当更暗 密度更大的物质接触到如此高的平台时 就会开始解体 因为它无法保持致密的频率 而我们正在进入更高的平台 所有生命形态 都将进入一个更高的进化状态和更高的平台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很多人不得不学会放手 这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帮助 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提高自己的频率 我们不再执着于任何人事物 并且我们知道了 生命中还有更多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都受给我们的非常限制性的概念 那些不是真相 只是浩瀚的整体中的一粒微尘 我们不能再落后了 我们不能总是一只脚在三围中 而另一只脚在五围中 因为我们将被吸进这个巨大的能量场 我们将被转化 有大量的能量 经由非洲东南部流入地球的心脏中心和脊椎能量中心 这是因为远古时期通往地球内部的开口 是经由非洲的这一部分 然而 它被如此小心地隐藏起来 以至于任何卫星都无法检测到它 也不允许任何人找到它 因为那些人会为了他们自己的计划滥用 忽用它 我们现在被呼召去 有意识地加强我们的影响 然后一节锥骨 接一节锥骨地将越来越多的炫目白光 带入我们的整个脊椎 接着是我们的脉轮 全部的十二个脉轮 有些人已经提升到二十四个脉轮 甚至三十六个脉轮 最终全部的七十二个脉轮 都将再次发挥功能 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要安住于内心 并处于无条件的爱中 我们不要再给人贴标签 但要真正明白 无论他们做什么 如果是基于恐惧的 就无法进入新存在状态的门户 你也许会对那些被困住的人 感到极大的同情和关爱 而你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沉浸在爱和光中 他们不理解 也永远不会理解 然而 那是他们自己的灵魂选择 就这样吧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不能干涉他们的自由意志 我们必须学会放下所有的执念 学会释放所有仍然禁锢着我们的东西 或是释放任何阻止我们 真正不辱更高的灵魂自我的东西 我们不能再执着于任何东西 一切都在改变 一切都在消散 新的事物正在开始形成